30秒的时间 计时开始 Hik-Fab 很开心 第二季《了不起无社》 我还能在这个无社里面 然后希望这次能跟 第一次有更多 不一样风格的舞台 然后就是请投票给我吧 谢谢 现场的221位评审 3 2 1 投票开始 好的 主题人杨成林老师 真的是有别于 以前我们认识的陈肖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舞台 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 一方面是我自己 其实也很喜欢Hik-Hop 而且我喜欢女生 跳Hik-Hop穿得很宽 但是很有力量 那是我认知的性感 所以刚刚我从头到尾 都觉得这是一支 很性感的Hik-Hop的舞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爱 Hik-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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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想问一下Rushka 你好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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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大家 阿翔 倒庄君 你很高兴 我很高兴成是 夏肖 我觉得她真的非常可爱 非常厉害 非常帅 非常了不起 真的 非常Hik-Hop Hik-Hop 那我们来问一下 我冠军团的成员 韩宇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看陈肖 挑战这次跟Rushka 这个合作舞台 Hik-Hop 而且我觉得 肖肖把 力量 能力 以及整个框架 以及那个感觉 我觉得她都是 挑战到了 我给肖肖最大的尊敬 Kaka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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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 那在我下面一个出场的是 我相信都跟我一样 应该 大家都听过她的歌 让我们一起欢迎杨澄零 看到肖肖是这样子的展现 非常的意外 我想我就是尽力把我能够做到的做好 用这支舞做一个很属于我的自我介绍吧 当然还是希望自己可以 多方面的去照顾到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以外 我也希望可以让自己更多的进步 有舞台可以让我享受舞蹈 然后可以抢下来自我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终于见到我的爱 老蝎老师 哈喽哈喽哈喽 其实我们已经练了几个小时了 练了 六七八 反正就是很累了 反正就是练到老少 老的一把 老的部分是我的年龄的部分 又老又有伤没错 但是很好的是 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体的框架 要做得很流畅 坦白说很不容易 就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把它尽量完成最好吧 对 我们是有信心的 谢谢 因为是什么 因为我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想到你学动作学这么快 我只有这个优点 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学动作快 其他就没有 那之后就是学细节也学快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遍一遍的提升它 就会更好 因为老师真的就是很用心 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到 非常值得的一次合作 希望大家期待咯 大家期待咯 杨成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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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在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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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是一个油温挽的 一点点 我们下期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下期待就会有орош 一场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好 就是体现杨诚琳的个人特色 和风格和魅力 能看到她是一个很投入的状态 就是会把她想成也是舞者 就是专业舞者去诠释这个作品 拉票时间计时开始 当初《了不起52》找我的时候 是欣喜若狂的 因为第一季我全部都有看 对 所以我觉得很荣幸 但是当时我问了陆伟导演一句话 我说你们是不是缺主持人 主厨人 刚刚的漂亮全部没了 我说是不是你们缺一个主持人 我可以来主持 因为跳舞我是业余的 但是我会认真 会努力 因为我很喜欢跳舞 所以希望你们刚喜欢的话 不要投给我们 那么现场的221位评审 3 2 1 就是这种感觉 丢毛巾 你知道吗 就是 很 很 反正就是很爽 对对我来说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 我离这个街舞文化 越来越靠近的感觉 Lisa told me that 是你男生的歌曲 是你男生的歌曲 你选择了它 你选择了它 不是我 是我 是我选的 对 是我选的 然后我是提议给陈琳姐 我说这个歌我非常有感觉 有想法 我说我们就用这首歌来跳这个舞 It was a very smart choice 特别 棒 我刚才在看这段表演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妙 分明是两个人在台上表演 但我总感觉台上有三个人 这个陈琳姐 你有点犯规 怎么可以带家属来 你真的是 好 这个画面感就真的就会让我 就是脸红 然后会 会让人心动对不对 就心动了 心动了 谢谢 听一下冠军团 我终于看到你了 你不会懂为什么我说这句话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不要怕 好的 感谢叶音的精彩点评 谢谢 实在一直说不出来 叶音不要先思考 对 就其实听你歌很多年了 然后第一次看你这样子跳舞 而且中间很多形体也真的 就是特别的美 特别的漂亮 然后说实话我觉得编得很好 真的编得很好 然后跳得也很美 谢谢你尽力了 叶音太可爱了 在这里呢 其实刚才无论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看到 而说你的最爱黄霄老师 然后还有说见到了叶音 然后其实是对街舞很熟悉 对不对 我是这就是街舞的死忠观众 刚刚毛巾丢到台上的时候 这一集也是OK的 知道就是太满足了 有点过分满足了 过分谦虚了 站起来 站起来 其实我会很容易 但是为了大家的梦想 我会留下来好不好 我会继续说